怎么了 咱们的事 你什么时候跟公司人说的 随时都可以啊 主要是公司内部 发生这样的事 对周围影响不好 周围是谁 现在公司的管理 对办公室恋情 特别是上下级关系 是有机会的 我理解的机会是 用感情当跳板 与上级换取利益的年轻下级 我看你的故事 我对你没有一点点附加的期待 你只要一颗心 你是这么想的 那你误解我 我错了 我错了 不该催的 放心 我怎么都行 陈秋风的事情你压力大 我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有机会